你是否渴望摆脱尘世的痛苦,进入永恒的安息? 在你的人生中,经历过哪些让你感到迷茫和无助的时刻? 你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对死亡有什么样的恐惧?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和无助。 我们不禁要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死亡之后,我们将去往何方? 今天,使徒保罗要带进入哥林多后书5章1-10节中, 他要急着神的话,让我们找到穿越死亡的盼望。 使徒保罗借这段经文讲述了使徒他对永恒之家的盼望。 就让我们预备先来聆听神的话。 请听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样说道,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教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教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会看的这段经文取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今天给他取名的主题叫做超越短暂。 那讲到哥林多教会,大概是在主后五十年到五十一年, 保罗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到了这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 哥林多城,它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城市。 因为在这里,它有一个港口,很多的商船就会选择在这边停止。 就因为有这些的商人在那边工作,他们就越来越繁荣。 导致哥林多人生活比起其他的省份,来得更加的富裕。 他们因为来自五湖四海, 哥林多人非常的有才华, 他们的整个生命都非常的不一样, 看的东西多,才华很洋溢。 生活也非常的富裕, 因为毕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文化相当的多元, 他们也非常的追从当时的哲学, 还有他们的宗教也非常的丰富。 那边的人恩赐才干都很好, 他们的才华横溢太厉害了, 结果导致教会的问题相当的多。 不过我们从哥林多的书信来理解的时候, 保罗对教会谴责非常的严厉, 其实保罗最少写了四封的书信, 去责备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后书, 其实是保罗写了前书, 离开了, 去到了另外的地方, 后来听说教会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所以保罗后来又再拓提多把书信带回去。 因为保罗他离开以后, 有很多其他所谓的假使徒, 他们就以使徒的身份进到教会的里面, 这些人就开始用自己的教导。 这些的假使徒就毁谤保罗, 他们就诋毁他, 因为他们讲保罗其貌不扬, 而且这些的人就开始去怀疑他, 保罗就只好写信去澄清, 因此哥林多后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 哥林多后书的大纲很简单, 第一就是保罗对他的事工的解释, 他要告诉这些哥林多人, 他的工作,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带领教会, 为了是要带领信众, 为了是要让他们知道, 他不是要来骗钱, 他不是要来牢笼他们。 在第八跟第九章, 保罗提到关于捐书的问题,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经历了饥荒, 他就鼓励哥林多人奉献, 后来保罗在十章到十三章, 再一次的证明自己的使徒身份, 去鼓励他们。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来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到底保罗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这一个章节你一打来看的时候, 它很简单, 他就讲说今天有一个帐篷, 老了、旧了, 然后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家, 所以我们就从中去明白, 到底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第一节是这样讲, 他说我们原知道, 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乃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把它分成两个非常明显的东西, 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地上, 地上的帐篷跟天上的房屋, 这两个的分别在哪里呢? 一个是容易被拆毁, 或者它是会被拆掉的, 它是人手所造的, 另外一个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而且得神所造, 一个是帐篷, 一个是房屋, 一个是永久的, 一个是短暂的, 一个是人手所造, 一个是神所造的。 这样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何要在天上, 这样为何又在地上呢? 我们要看这个我要明白之前, 我们必须先理解为什么保罗这样讲, 这样一定要看上文。 上文你去看的时候, 保罗其实第一章到第七章都在解释他的整个事工的缘由, 特别有人质疑他的人, 因为他们藐视保罗, 按照我们从资料知道, 保罗其实样子并不是很冷贼, 不是很帅的, 他的样子其貌不扬, 而且他的壁纸又好像阴沟壁这样, 然后保罗他因为没有拿教会的钱, 他就自己自帐篷, 他跟亚基拉跟白居拉一起合作, 自己养自己, 然后他收到这些奉献, 他都一分不拿, 拿去周记在耶路撒冷的穷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 保罗当时他一定在身上没有名牌的衣服, 加上人家讲他口才不佳, 你讲, 保罗我, 你看使徒行传, 他常常跟人家辩论, 他怎么会口才不佳呢, 这个确实是他们这样讲他的, 他们就质疑保罗的身份, 他们讲保罗怎么可能会是使徒呢, 保罗怎么可能会在你们当中来带领你们呢, 你们应该听我们这些假使徒, 我们这些人才是真的, 因为我们第一, 能言善道, 第二, 我们外貌好看, 第三, 我们有名牌衣服, 第四, 我们上去讲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滔滔不绝, 但是保罗讲这些人, 你们不要去听他的,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使徒, 保罗讲我之所以会这样子, 是因为我为了复阴的缘故, 我才会这样贫困潦倒, 保罗他在以前还是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当时真的叫做风光, 他当时真的是受尽人家的欢迎, 因为他大发热心的犹太教的这个法利赛人, 他还去逼迫教会, 可是为了复营的缘故, 保罗愿意谦卑自己, 他愿意开始去传当时不受欢迎的基督教, 所以他因此受到逼迫, 如果你去看第四章, 保罗讲, 我们四面受敌, 不被困住, 我们心里作难却不失望, 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保罗讲, 我现在的身份, 你看我现在到处给人家打, 给人家赶, 给人家欺负, 你们就轻看我, 因为哥林多人, 他的教会是一个大教会, 他们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出名, 而且又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 他们就轻看, 他们看保罗的衣服不是名牌, 他们看保罗讲话又是那种乡下土里土气, 保罗整个的身份穿着, 全部都不受他们欢迎, 他们就开始质疑保罗的身份, 保罗讲, 你不要忘记, 我才是真正建立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 怎么可能你们今天看到我的这样的情况, 你们就开始质疑我的身份呢? 保罗讲, 是的, 我受逼迫, 我其貌不扬, 但是我才是真正为你们受苦的人, 因此这样子, 保罗讲, 我被你们藐视, 可是讲说, 我们这些有宝贝在瓦器里面的, 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外面可能是瓦器, 可是我们里面才是宝贝啊, 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才是真正的, 这里保罗就讲, 其实外表简陋, 不代表内里就不尊贵, 保罗讲说, 你不要因为看到外表, 你就质疑我, 甚至弃绝我, 我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尊贵, 这样我们就问了, 为什么保罗会讲说外表简陋呢? 刚才我解释了, 保罗讲他要看位自己的身份, 不是用外表来定保罗的身份, 今天我们要看的那个帐篷, 跟这个天上的房屋, 今天你去看这段的时候, 他讲说我们原知道, 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一个地上的人手所造的帐篷, 它是会被拆毁的, 而且它只是人手所造, 是短暂的, 而且它的存在并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 神告诉我们,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世上, 我们的身体, 或者今天我们更加的直接讲, 那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命, 弟兄姐妹, 今天在地上的生命, 它其实不能够有永久的盼望, 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永恒的价值, 因此神才要给你一个永恒的价值, 因为你这个有限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活下去的时候, 最多也顶多是一百岁, 或者是活到两百岁好不好, 你顶多是活到这样子, 你都知道你的身体快不行, 你那个时候生不如死, 你赶快想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很辛苦, 身体开始不好了, 可是神为你预备的是永恒的, 这个短暂的东西, 保罗讲要怎么样去看它呢? 帐篷确实是简陋的, 你不需去给它装上很多的装饰, 而是你真正要专注的是在那永恒的里面的国度, 所以保罗就讲咯, 我们在短暂的帐篷里面, 并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你在里面只有叹息, 生想得到那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若是穿上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 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 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纳, 这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了, 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其实自己回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一生中的叹息跟劳苦, 是多过我们的快乐的, 就算你再怎样都好, 你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短暂的东西, 并不能使你真正的得安息, 就好像我们去旅行一样, 是的, 我们今天坐飞机到国外, 我们去享受旅行, 在好的环境, 在美的地方, 那个不是我们的家, 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坐飞机, 回到我们的老家, 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安心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家嘛, 今天就算你的人生, 你在这个帐篷里面的时候, 你只有劳苦叹息, 保罗讲, 我很愿意脱下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一个必死的生命, 但是保罗讲, 我愿意脱下, 并不是叫我们立刻脱下, 这里保罗没有讲说, 好, 今天我们就解决我们的生命, 不是, 我们虽然愿意, 保罗讲, 我真的是苦啊, 我愿意把我这个生命给下, 不过呢, 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 保罗就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整个生命, 就是一直的慢慢的软弱, 慢慢的败坏, 上文就跟五章是有配合的, 第四章的16到78节, 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心事一天, 我们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 为我们成就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而是顾念佛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这里保罗就讲, 这一个身体, 这一个的帐篷, 为什么会越来越简陋, 越来越败坏呢? 因为它就是一个会毁坏的东西, 是短暂的, 而且保罗讲, 这一些的苦楚, 只是至战至亲的, 因为真正好的东西, 是在上帝给你预备在永恒里面的, 这个外体虽然会毁坏, 但是呢, 整个的生命会经历上帝给你的大能, 好让你的整个生命可以不断的被升华, 特别是进到永恒里面, 保罗他知道这个生命是短暂的以后, 他就努力的传福音, 当时的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相信神为他们在永恒里面预备了那美好的家, 耶稣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若是没有, 我就早告诉你们了, 所以我去, 就必会再来见你们, 当时早期初代教会第一批的基督徒, 他们聚会的时候, 他们彼此的在等候主再来, 所以等候主再来, 就是当时最早的教会, 他们在做的除了爱愿, 除了听使徒们讲耶稣的事情以外,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等候耶稣的再来, 所以为什么到后面, 特别你去读希伯来书, 启示录的时候, 这些的信徒会开始的远离神, 或者他们开始否认耶稣呢, 因为等了很久没有来, 他们就开始怠慢, 他们就开始后退, 所以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 保罗讲我们这些人, 努力的做这些工作, 我们这个外表, 我们这个瓦器被攻击, 作难,被逼迫, 我们不害怕, 被打倒, 我们不至于失望,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一口气还在, 我们就努力, 所以这个外体虽然毁坏, 不单单是讲你的肉体, 会因为你年老, 你的整个生命慢慢的衰落, 这里更是在讲到, 今天你为了耶稣的缘故, 你为了信仰的缘故, 你为了福音的缘故, 就算你面对逼迫的时候, 你都在所不惜, 因为你知道这都是短暂的, 是的, 保罗当时为了福音的缘故, 处处的受逼迫, 保罗被人家讲, 保罗被人家藐视, 保罗讲这些都是自战自轻的苦楚, 你去读一下使徒行传, 你看保罗所面对的这些的逼迫, 叫做自战自轻的苦楚吗? 不是哦, 弟兄姐妹, 保罗面对的是, 人家拿石头打他, 以为他死了, 把他拖到城外丢掉, 结果保罗从石头堆里面爬出来, 保罗坐船, 又遇到船难, 保罗去到菲利比, 后来被人家下到监牢里面, 把他锁在那个监狱里面, 保罗在以服锁的时候, 喝尘的人暴动, 全部要把他抓起来, 保罗所面对的苦楚, 保罗讲这个只是自战自轻的, 是的, 对保罗来讲, 如果我要跟天上的荣华富贵来比, 现在所遭遇的能够算什么, 只是一些短暂的, 因为这些自战自轻的, 他都会过去的一天, 在这个帐篷里面, 保罗就讲, 这个人生里面只有劳苦叹息, 对啊, 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劳苦叹息, 我们回看我们的人生, 真的是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可是这里你要知道, 这个是保罗讲, 保罗讲的人生的劳苦跟叹息, 不单单只是讲说, 我们的人生老了, 我们的身体弱了, 不只是这样, 保罗讲我今天为了复阴的缘故, 虽然我回看的时候, 我只有劳苦叹息, 但是我很愿意脱下我这个肉身, 赶快跟上帝在一起, 好得无比啊, 保罗讲没有关系, 我现在不是愿意脱下这个, 而是我愿意穿上那个, 什么叫穿上那个, 这一个就是这个肉体咯, 穿上那个就是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家园咯, 劳苦叹息的生命, 有一天因为逼迫, 因为肉身里面所说的苦难, 被压制, 劳苦叹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它是被压住的意思, 保罗讲这个很困难, 难吗? 难, 弟兄姐妹今天人生难不难? 难吗? 你回看你的人生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劳苦叹息? 对不对? 可是那个只是你的人生, 我今天问你传福音吗? 你讲说没有了, 我都没有做过, 保罗今天是人生很难, 加上传福音, 保罗讲这些都是自赞自轻的, 当然嘛, 他是保罗嘛, 保罗跟你跟我也是一样, 都是普通人嘛, 保罗上厕所做的东西, 跟我们也不是一样, 有不一样的吗? 保罗讲今天我们在回看的时候, 这一个短暂的生命, 他知道他不能够给他带来永恒的时候, 保罗讲投资不要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因为保罗知道他在做的东西, 就是为上帝而做, 他努力的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会更加的需要把福音管传, 因为他知道福音带来的是永恒的国度, 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这个帐篷自战自清的苦楚, 他会终究的结束, 今天的苦难, 它不是永远的存在, 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时候, 耶稣告诉我们, 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上帝要亲手把你的眼泪擦掉, 上帝要把你带到去一个没有眼泪, 没有悲痛, 没有病痛, 没有痛苦的地方, 神要在那个地方给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家园, 在地上的帐篷, 它是外体会所捧坏, 它是自战自清的苦楚, 不是永存的, 而且是人手所造的, 虽然有劳苦叹息, 但是我们知道, 这都是必死的, 地上的帐篷没有永恒的价值, 只有劳苦叹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要不要? 要吗? 这个人神你还要不要? 要不要? 只有劳苦叹息, 你一出生就知道你的生命只有劳苦叹息, 你还要出生吗? 要不要? 要吗?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不要的吗? 所以这样你就要问, 如果是只有自战自清, 人生只有这么短暂, 只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够进到永恒里面, 这个才是你真正要想的吗? 你想的东西不是今天, 因为自战自清, 所以我就放弃自己, 我就把全部东西丢掉, 不是, 我们就很纳闷,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就告诉我们, 其实人生要活得丰富, 人生要活得富足, 才能够叫做丰盛的人生, 弟兄姐妹, 因为上帝跟你讲的, 你真正的人生不是经世的人生吗? 今天我们就很爱去听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说, 哎呀, 上帝必会给你更大的祝福, 上帝给你的祝福财务的方法, 上帝给你财务自由的方法, 上帝让你的财富大转移, 上帝给你打开你的财务的疆界, 有没有? 我们就为今生努力, 我们就为今生放很多的心思, 然后我们越放越多, 越放越多, 结果怎么样? 有一天, 突然间倒下, 走了, 路加福音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 那个有钱人, 那个富人为自己建造了很多仓库, 结果他就讲说, 灵魂尽管吃喝快乐, 因为你现在东西很多吗? 上帝讲你这个无知的人,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这些东西要留给谁呢?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财富要留给谁? 可能就是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 可能会很担心哦, 很多时候, 钱太多也是会怕, 怕什么? 怕走了以后家无宁了, 孩子们就可能为了这个钱, 从此以后就一家人变两家人, 对不对? 所以今天, 我们就努力的在做, 可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祂要告诉我们的是天上的财物, 天上的房屋才是那个最重要的, 天上的房屋才是神要给我们预备的, 地上的短暂的, 会过去的, 我们就看看同样的经文里面, 天上的上帝怎么样为我们预备咯, 天上的房屋按照保罗讲说, 是神所预备的, 它是有永恒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祂是神所造的, 祂是天上的, 祂是有永存的房屋, 祂是极重无比的荣耀, 而且永远的荣耀, 你的内心会一天心事一天, 如果是这样, 你要地上的帐篷, 还是要天上的房屋呢? 你要哪一个? 地上还是天上的? 天上的, 这样为什么地上的花这么多时间? 要吃好的烟窝, 早上起来又要去敷脸, 衣服要穿美美, 享受这个, 享受那个, 想尽办法, 就是要留在这个地上,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很赶快唱天,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我们每次讲, 哎呀, 好, 我如果今天就赶快跟耶稣在一起, 怎么好? 对不对? 可是我们嘴巴这样讲, 可是真正要去的时候又不敢, 牧师来祷告, 让我活多几年, 活多几天, 对不对? 保罗讲我们不是, 他讲这个帐篷是老苦, 所以我们愿意脱下这个, 而是我们愿意穿上那个, 这个叫必死的是被生命吞灭了, 我们要穿上的是那个生命, 那个生命会把我们这个必死的身躯吞灭了, 你不是自我了结, 而是你要寻找永生, 保罗讲你们今天不要因为我外表难看, 你们就嫌弃我, 保罗讲我给你们的是宝贝, 这个瓦器里面装的是宝贝, 我把这个宝贝的信息给你是, 是给你带来永恒的价值, 不要因为我今天保罗看得不冷宅, 我今天保罗今天自帐篷, 我今天保罗看起来很出生出气, 头发又光, 壁纸又勾, 看了你们就嫌弃我, 保罗讲你不是为金事的东西, 你要为勇士的东西, 他讲说, 为此培植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弟兄姐妹, 培植就是上帝他自己亲自安排, 上帝为了让你可以到天上的家里面, 上帝就把圣灵给你做凭据, 什么叫做凭据呢? 凭据就是职, 原文里面叫做职, 它是一个商业用途, 格林多人一看就明白, 因为格林多有很多商业的交通嘛, 这就讲说买方跟卖方呢, 他们达成了协议过后, 他要跟你买, 他就下那个down payment, 买房子啊, 你下首期啊, 下了首期房子是你的嘛, 是不是? 你今天买了物质, 你跟银行借钱, 借了钱你给了首期, 那个物质是银行还是你的? 是谁的? 是谁的? 又是银行又是你的嘛, 对不对? 因为物质确实是你的, 在你的名下, 但是你还欠银行钱嘛, 你还要继续还嘛, 所以你要下定金, 就是你要确定他, 你买东西, 你先下定金, 今天你的生命, 上帝先下定金, 定金是什么? 就是圣灵, 圣灵为凭据, 神把圣灵赐给信徒当作凭据, 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圣灵 而藏到复活的生命, 换句话说, 就是想说上帝guarantee你, 同你的圣灵就知道, 你今天在上帝的面前, 是可以有永恒的家族, 上帝今天给你圣灵告诉你说, 今天他要确保你可以回到天上, 去享受他的一切, 换句话说, 下面的就很重要了, 他说我们应该坦然无惧, 晓得住在我们身内的与主相离,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 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的, 离开身外的, 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 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三或二受报, 我们坦然无惧, 为什么人可以坦然无惧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圣灵做你的guarantee, 你有圣灵的职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属神, 你可以与圣灵为你的凭据跟神在一起, 所以你的行事为人, 就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着眼见了, 什么叫凭信心行事呢? 信心不是迷信, 弟兄姐妹, 信心不是讲说我相信一个不会发生的东西, 我只要相信它就会发生, 不是, 信心一定是见机在你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有多深, 你认识它, 你知道它, 你就对它有信心, 好像你对我这个牧师, 你跟他讲说我相信牧师可以吃两碗饭, 对不对? 他说我对牧师吃两碗饭肯定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有, 因为我看过牧师吃三碗, 所以我肯定牧师吃两碗, 我一定有信心, 信心是这样子, 我对牧师吃两碗饭有信心, 因为我知道牧师可以这样子做, 今天很多人对上帝的认识, 我们要平行, 怎么样信心, 祷告上帝给多一点信心, 你要你的信心增加, 就是你要认识上帝有多深, 多看圣经, 多明白神, 你多知道上帝的时候, 你的信心自然的难会多, 不需要牧师祷告给你, 按手给你, 那个信心过过过给你, 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行事为人就见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 不是凭着眼见了, 当时的信徒为什么相信耶稣是神呢? 后面那些没有看过耶稣复活的人, 他们为什么就相信, 他们就凭着保罗, 凭着这些使徒的生命, 凭着当时教会的信徒在一起的彼此相爱的心, 他们就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一直到了现在两千多年, 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坦然无惧, 我们很愿意跟上帝在一起, 今天无论是在身体里面, 或者离开身外, 我们立定了之相, 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你的人生今天一生中, 就是要为了讨上帝的喜悦, 是为了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 你不是因为今天你要讨上帝的喜悦, 上帝才把永远的家给你, 不是, 今天你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今天你已经救世了, 所以你为了要跟你的身份有相似的时候, 你就继续地做上帝所喜悦的东西, 因为你是属他的, 你就做他要你做的事情, 我们立定了心, 这是要讨主的喜悦, 因为保罗讲, 我们无论在基督的台前, 几时我们会在基督的台前, 什么时候基督的台前会为我们显现? 就是当大审判来到的时候, 在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 这个台前就要显露出来, 每个人要按自己神神所行的, 或杀或恶受报, 你讲说今天不是为了信了耶稣, 所以我做坏事也可以受报吗? 没有啊, 你看这边有讲的, 或杀或恶受报, 所以你讲说今天要怎么办? 你有了圣灵的内住, 你做的东西会天天做坏事吗? 圣灵会继续的鼓励你, 帮助你, 引导你, 你的生命就顺服圣灵, 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朝向神的样子, 整个过程, 保罗讲是成圣的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来的吗? 可是有些人信了耶稣, 过他的整个生命没有改变的, 信了跟没有信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 圣灵真的没有在他身里面, 他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 跳跳舞, 他就回家了, 就是一模一样, 如果真正有神的灵在里面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会挣扎的, 他有的时候他要做这些事情, 他会难过的, 为什么? 圣灵一直的吹逼他, 告诉他不可以, 这个不讨神的喜悦,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就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 今天信耶稣不是听了一个很好的, 很高深的道理, 哦, 好棒哦, 听了一个哲学的教导, 今天信耶稣不是一种经历, 来这边祷告的时候会抖, 眼泪会流, 倒在地上, 不是, 今天信耶稣是你清清楚楚,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而且圣经告诉你, 你以后的家, 上帝为你预备了, 如果今天我有凭据我抓住的话, 我知道今天这个地上的肉体是暂时的, 我就会把我的全部的经历, 我全部的投资放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耶稣跟你讲给你永恒的家, 但是你却跟他讲说, 上帝祝福我现在的生活, 那不是很奇怪吗, 有一天在上帝的台前的时候, 或善或恶要受报, 你知道我做坏事怎么办呢, 去读约翰一书, 今天当你犯罪的时候,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义者, 叫做耶稣吗, 耶稣成为我们的义,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 所以因此这个短暂的生命, 他会面对他的软弱的时候, 但是神给我们那永恒的盼望, 圣灵引导你走到他的国度里面, 因此地上的帐篷是暂时且脆弱的, 不要把生命投资在地上的帐篷, 而是要放在永恒的家里面, 那是永远的荣耀, 你要脱去这个帐篷, 因为它是短暂的, 你要穿上那个房屋是永恒的, 凭着信心去见证神, 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 因为死亡对你来讲只是换地点, 你本来就已经在神的手中, 今天在地上, 明天在天上, 在永恒里面, 你的一生要寻求上帝喜悦的生命, 上帝叫你做什么, 去做, 不要回去旧的生命, 不要再把心思意念放在壁坏的肉身上, 而是放在永恒的里面, 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真的话, 就把你的眼目放在对的地方, 投资在对的事情上, 盼望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让我们无论身内离开身外, 我们都要做主喜悦的事, 也就是为那永恒的家努力工作,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把今天的生命向你仰望, 因为只有你才知道我们的内心,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还在不断地去为着这个世上的一切来努力, 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 可是主啊, 你却告诉我们用这几十年真正的意义是要让我们可以永恒的在你的国度里面去享受那个未来的美好,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凭信心过每一天的日子,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主啊, 求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人生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要努力地来见证你, 哪怕今天我们的生命面对苦难,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你收看我的频道, 欢迎你们订阅, 分享, 点赞和留言,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祝福你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留言, 请不吝点赞和留言, 请不吝点赞和留言,